各位好,Switch部分,這個在講義裡面也都有啦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重點有時候會提示一下 Switch要注意事項 Switch後面那個鍵詞必須 轉換為 可自動轉換成什麼int的型別 例如byte,short,char,int,long,float,double 可自行轉換 鍵詞必須可自動轉換音質的型別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假設後面 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 假設如果說我今天後面輸入的是一個 字串,比如說我輸入的是一個男生或女生的話 那在用Switch其實就不太適用 我印象中這個Switch後面的鍵詞 這個後面的鍵詞只能用所謂的基本資料型別 你不能用那個像字串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判斷一個字串當一個key的話 這個用Switch就不太合用 但是其實1.7的版本它有做一些調整 好像本來不行的,就變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1.6、1.7其實做了還蠻大的一個轉變 這部分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Switch當然它有它的好優點 也有它的缺點 那這邊的話另外就是它的敘述 Case和Default搭配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剛剛那個範例裡面有 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 Default這個部分 Default的部分呢 其實是所謂的所謂選擇性的 也就是說可有可無 不見得會需要 但是如果說 有可能有例外的狀況 你還是加一下 否則的話將來它如果Case裡面沒有,它就不知道要跳到哪一個部分的敘述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那剛剛的程式裡面 另外還有break 沒有break,之前有同學 寫程式忘了加break之後 程式一直往下跑 Case一直往下跑 所以最後跑到最後下面 所以break一定是必要的 Break一定是必要 那剛剛我們這個程式裡面講的 那其實 另外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這個switch case 這個地方呢 實際上有點 可能同學如果自己 仔細來看的話 其實又有if elseif 又有switch 其實 太過 冗長啦 那其實這個地方為什麼要這樣寫 主要是要讓 大家了解 if跟switch 主要是switch 那當然你要寫得精簡一點的話 其實用if 我講過嘛 if else if 這個地方就可以搞定 一切了 所以如果說呢 我們把它改寫成 最精簡的版本的話 順便教各位一下 就是說 如果將來各位 在equilibus裡面設計 如果你這個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 開的時候 你還要在 改寫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不要直接改 因為你要需要有個 版本管理的 觀念 所以版本管理 我這個版本跟下一個版本 我要比對嘛 我不能說改的時候 這個版本 就沒有了 那我之前寫的 我又忘記怎麼寫 不是很麻煩 你要再重新思考 又要花個時間 所以順便講一下 如果說各位建立一個 這個class有沒有 下次要去修改之前 請各位做一件事情 這個是我自己 的管理方式 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equilibus 現在最新的那個 Visual Studio 就有自動 管理版本的 功能 也就是你寫完之後 它會一直幫你建 很多個 版本 你將來可以回溯到前一個版本 沒有問題 但是equilibus 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就變成手動 那我的方式 這樣 我會把這個 Switch case 2 按右鍵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直接在原來 套件上 按右鍵 把它貼上 它會出現說 你這一個 新的class 它會前面一個calfe 那我就可以把它 比如說今天把它改成最精簡的版本 叫做if 我的習慣是 這一個 舊的名稱 後面加一個底線 那改變成什麼 你改變成if的話 比如說今天我要最 精簡版的話 按個確定 各位可以發現這邊有一個新的 你把這個新的打開來 那我 他也會自動幫我改一個 case 這個一個 class的名稱 那 比如說基本上 我們如果 一般鑽寫 當然不會用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把它註解掉 我講註解最快就是把它 選舉之後 按ctrl加寫線 這部分就註解掉了 這個小技巧 那再來就是說 在if裡面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最精簡版 就是說 把這地方怎麼樣 點 equals 我們用什麼 ignose case 比如說這地方我就 男生的話我用 大寫的m好了 判斷 那大寫的m如果 略過忽略 大小寫的話 你打大寫小寫都可以 那輸出的話 實際上 就不需要到這邊 這邊等於1 然後這邊又要判斷 其實怎麼樣 直接就可以從這邊輸出 輸出的話 直接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 這個 輸出的 這一行 就是 如果是男生 他就跳這個 就不用再跳到這邊 再輸出了 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else if 所以這個else if 其實他的道理跟 case很像 所以有的時候我講過啦 如果實際上 賺錢 我很 很少用到 switch啦 坦白講 我乾脆就 else if else 一直else if 下去 其他 default的話 就跟else 是一樣的 就是除此之外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我這邊 要把 女生的話 就點 點一下之後的話 也是 ignose case 這邊的話 我也是給他一個 女生是f 大寫 然後輸出的話就是 女性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訊息 輸出的時候 把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再改一個 男性把他改為女性 這個部分的話 就完成 把他改一下 其他的話 就是無法判斷 所以這個地方 else 部分的話 就是 無法判斷 所以這邊的話 把這個地方 再改一下 無法判斷 性別 那這樣的話 改完之後 其實 最後看到的結果 就會是 我們剛剛 最精簡 那你會發現 就這幾個判斷 那順便講一下說 這個if else if else 你們在 看其他範例書裡面 跟這個 有時候會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在這邊 這邊的話 那個 大瓜糊 到底要不要刮 基本上你會發現 理論上 我是建議 最好 他有兩種寫法 如果你 判斷條件完之後的敘述 裡面 他可以不刮糊 但是我還是比較建議 最後各位可以刮一下 刮在哪裡呢 刮在這裡 跟這裡 就是表示什麼呢 條件判斷完 那大瓜糊在java裡面 他的 他的主要用意就是 去 應該說 實做什麼事 實做 大部分大瓜糊裡面 就是實做什麼 什麼樣的程式 所以 理論上 建議是這邊再加一個 然後這邊也是這樣 頭 小瓜糊是條件 所以大瓜糊 就是 執行這一段的敘述 這一段敘述 那這邊的話也是這樣 頭跟尾 不過你刮完之後呢 刮回很亂 對不對 我的習慣是怎樣 Ctrl 實際上我前面一直強調說 這邊有個快速鍵我還蠻常用的 就格式化 這個格式化怎麼樣 因為你現在 他的 縮排啦 這個瓜糊的位置 亂亂的 那你要一個一個慢慢修改 很麻煩 Ctrl 加F 他就怎樣 自動幫我排好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比較常用的一個快速鍵 那排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執行起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輸入個 小寫的M 他一樣會出現男性 因為他略過了這個大小寫 那如果今天輸入個大寫的F 他還是會到女性 反之的話呢 他這邊我隨便輸入一個其他 不相干的 無法判斷性別 所以這個Switch case 之外 如果說你的敘述 比較簡單的話 那你可以配合if else if else if else 就是你如果很多個你就一直在else if else if 下就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else 好 另外各位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 既然如此的話 有else if 那switch應該就可以不存在啦 不需要啦 為什麼還要他要有個switch 基本上 最大的差異點就在 就是所謂的 效率上面 當然如果說你有大型 很多很多的判斷的話 那當然else if來判斷 跟switch case來判斷 基本上switch的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效率問題 效率問題 不信的話各位其實也可以去 將來也會寫一個什麼 你在網路上應該才會看到就是 測試的一個 有跑個一萬次兩萬次三萬次的結果 你會發現就有個秒數 那哪一個比較快哪個比較慢 其實就會出來 不過基本上 我大概有測過啦 其實說真的現在cpu太快了 你ic電腦 一跑下去 那個問題都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 太快了嘛 你差個0.0001秒 跟 你會有感覺嗎 一點也沒有感覺 所以 所以 為什麼我會 建議各位 如果一般狀況 你就用上面這個方式 就好了 下面的方式 知道 會用就可以了 大概說 我跟各位 說明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把剛剛的部分 了解一下 版本的管理 有沒有 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這個很重要 不然很多同學 寫一寫的時候 程式不知道寫在哪裡去 把這個複製再貼回去 後面我是加一個 加一個底線 然後呢 再把它改成 我們比較精簡的寫法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